早晨, 现在在去花刀, 吃这个鹿, 这家叫文记 看卖相, 我就很喜欢了, 你知道我喜欢哪里? 汤, 这些有省汤, 私房菜馆有这些, 似乎就靠谱一些了 主打的鹿, 酸菜炒雜, 各种, 这个拌面也挺好 可以的, 很快就 按照我的经验, 通常来到这些地方, 在公路边的餐厅, 通常都有两道板斧 对不起, 文记老师, 好好吃 这些农庄标配, 石棉架, 木桌, 木桌, 灯, 非永久式建筑 似乎有点意思, 最重要的是, 人多 三个人拿一例, 五个, 吃不完打包, 我看怎么煮面 荷肠有吗? 全是荷州, 全部卖了 全部卖了, 有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什么, 这些要一份 没有, 有什么, 有什么, 拌粉, 拌面 拌面, 拌面, 好吗? 烹蚝, 没错, 为何这般来说 最好是吃蚵, 老师我们吃荷宴, 但是没有了 不要, 先上这些, 这个地方 这边有很多食材 吃责各种 酱汁以嗜香为主 咸香味为主 我的油脂很重 不喜欢就说香 很香 莫代河来一次 没有鲜莫肉的味道 味道很长 但很好吃 很紧张的肉 慢慢咬 越咬越香,越咬越甘 我应该是中文 是早上汤 我自己养的吗? 不是吧 一例多少钱? 115元 麻烦 这些麵都是鹅汁 对 豆腐也是 对 很聪明 煮波民面 就用鹅汁混合 每一条都光亮亮 在冰箱的时候 和吃鹅肉是一样的 都是有些人知 在你的舌头 嘴巴 嘴巴 麵更加能吃到汁的味道 其实是甜的 是吃鹅肉的时候吃不出来的 然后师傅很有心 麵是偏硬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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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相对来说是淡味的 都用鹅汁去喂一喂 嗯,脆叉 好吃 普通豆腐 和鹅汁没有什么交易 在表面有一股 挺甜的 没有豆腐味 挺好吃的 但是我嫌它就 可能豆腐会好些 天安层次 大家在这里吃我 我来想 他应该不会夹我 也要夹面 真是一大盒 夹先 好像装饭 你再不吃 他已经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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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孩吃得多少 我看他一会不夹 你不太太夹 就夹一碗 有什么味道 我看他就没有夹 这个味道 很香 这个味道 很香 你们同意吗 很香 它就夹了 这个味道 都夹了 味道 味道很香 油更香 鹅油很香 再加一碗麵 再加一碗麵 阿姨好像不是很情愿 不是吃她很多麵 阿隆 加一碗麵 哈哈哈哈 你 最后一碗麵 我一碗麵 我一碗麵 不吃小的也要吃 全场最佳是鵝头 不是开玩笑 妻子是什么位置 皮位 我和妻子分析 肉薄的位置 皮 很嫩 很嫩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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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煮得饱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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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我们有鵝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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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一下 煮一下 不怕你 我都说没有吃啤 不是她不情愿 不是她不情愿 是她不情愿 是她不情愿 我都不想吃 我最多吃一煮 富婆最多三碗 不是作葬 不是做戏 真的告诉你们 究竟这个鵝汁有多得 起码我们做了三个人的心 有人说不吃 富婆 女人是这样的 女人善变 善变 这个特别的鵝汁 是香过去配的鵝汁 味道浓一点 甚至有点鲜味 很好吃 花刀的一条路边 入了山的位置 竟然隐藏着四间 肉眼所见的 农庄的鵝汁 我吃到的更多是 鵝的酱汁 这间鵝汁 无论是鵝汁 鵝的酱汁 面的酱汁 都会提升 有时有一家好吃的鵝汁 一道菜就够了 最后一道菜 最后一道菜 是全世界的人 最后一道菜 还准备到